一座通往前线的大桥上 日军正在安装炸弹 他们的任务是阻止中国军队过桥 不料他们的一举一动 全被狙击手冷月看在眼里 这杆M24狙击枪的倍数 冷月瞄准鬼子 抠动扳机 鬼子的头瞬间爆裂 剩下装弹的日军吓得差点尿裤子 鬼子少佐野村通过望远镜 发现对岸有刺眼的反光 野村误以为那是狙击手的瞄准镜 命令鬼子机枪扫尸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 他眼中的瞄准镜竟是柳如烟的化妆镜 柳如烟怒不可遏 大骂鬼子的眼珠是百事 就在这时 国军的一个团来到桥头 团长叫李孝龙 野村下令撤退 在他眼里 仅凭这五个中国女人 根本不可能拆除炸弹 但他做梦都没想到 这五个女人都不是一般人 他们就是大名鼎鼎的女子炸弹部队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技能 说来也巧 恰好有两位女战士擅长拆弹 这边野村还在做美梦 你们很快就会明白 简直就是快乐他妈给快乐开门 快乐到家 那边薛敏带着欧阳兰已经开始拆弹 由于炸弹十分复杂 柳如烟拦住李孝龙经过大桥 怎料说明原因后 李孝龙根本不买账 还声称军统竞会派几个娘们上战场 李孝龙不但嘴上不信 还派出手下的拆弹工兵 和女子炸弹小队一起合作拆弹 本因为这样可以节省时间 可事与愿违 工兵上桥没有一点拆弹防范意识 薛敏急忙拦住他们 因为鬼子这一次不值得炸弹中 有六枚震杆炸弹 一旦感受到大震动 立刻就会爆炸 但是有什么样的上级 就会交出什么样的兵 这几个工兵和李孝龙一样自以为是 即使没见过新型炸弹 也要逞能拆弹 其中一位工兵还边拆边嘲讽 薛敏好意去阻拦 怎料对方拿着好心当驴杆 让薛敏为他们唱段小曲乐呵乐呵 突然薛敏看到工兵朝雷管捡去 来不及阻止 一声巨响后 三个工兵就被炸上天 随后落到桥下 炸弹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把拆弹的欧阳兰推下大桥 危急关头 薛敏用手紧紧抓住欧阳兰的脚 刚准备把他拉上来 欧阳兰却扭头发现 桥顿处还有一颗定时炸弹 他对定时炸弹一窍不通 薛敏只好让他二选一 剪掉右边的红线 红线剪断后 炸弹停止了计时 所有人都安全了 三架灵式轰炸机朝大桥飞来 原来这是野村的后手 他要用轰炸机炸断大桥 为了阻止鬼子的阴谋 李笑龙和手下拿着机枪打鬼子 不料子弹根本追不上飞机 就在所有人都束手无策之时 薛敏灵机一动 他要利用拆掉的炸弹 引爆石头打下飞机 队友被他的奇思妙想惊呆了 薛敏不顾那么多 让欧阳兰把炸药固置在山崖上 等鬼子飞机经过时 冷月用狙击枪引爆炸弹 炸弹在引爆山上的石头 成功将一架灵式轰炸机砸成烟花 后面的飞机来不及掉头 竟然也撞了上去 只有最远处的那一架 见识不妙扭头就跑 眼看鬼子轰炸机被打得凉死一逃 五个美女兴奋的回到总部 没想到上级又布置了新的任务 要他们营救被抓的李笑龙 原来李笑龙和他们分别后 第一站就全军覆没 还被鬼子抓住做了俘虏 对于这种废物 薛敏本不想营救他 但上级的命令又不能不听 薛敏带着姐妹们换上旗袍 潜入鬼子占领的临江城 一厢人在城门处遭遇鬼子盘查 柳如烟本想下车应付一下 不料手枪突然滑落 柳如烟假装歪了脚 吸引鬼子的注意力 薛敏趁机把手枪捡了起来 一番盘查后 鬼子看到五个旗袍美女再也把持不住 抓住厄阳兰准备当场接走 情势危急之时 薛敏点下头 厄阳兰直接把鬼子军官掀盘在地 鬼子愣了一瞬间就在这三秒不到的时间里 鬼子就被消灭殆尽 当然那个想要干坏事的鬼子军官更惨 欧阳兰为了报复他 从腰间偷出一个小男挂 脚下拉环 他直接把手雷塞进裤装里面 鬼子军官惊慌吃错 皮带还没解开 整个人就升天了 欧阳兰仍然不解恨 再次拿出一个手雷 使出吃奶的劲 把手雷砸向鬼子 差点连包都被甩出去 就这样 薛敏一行人开着车进了城 屁股后面跟着一群鬼子兵 如此高调的进城场面 眼看鬼子紧追不舍 薛敏下令使出绝招玉米炸弹 后备箱里的玉米落到地上 直接变成高爆TNT 鬼子的追兵都看傻了 这是傻操作 满街的玉米爆炸后 空中飘荡着爆米花 野村赶到现场 看着地上的玉米棒子 以及空中的爆米花 下令全程大扫除 一定要把爆米花弄干净 就在鬼子加强巡逻时 薛敏也得知了李孝龙的关押地点 就在鬼子的陆军医院 为了潜伏进去 薛敏先是让柳如烟大半夜扮鬼 下云两个日本鬼子 剥掉他们的军装 给他们装上定时炸弹 直到第二天 野村才得知情况 叫来拆弹专家和急救车 拆弹专家忙活半天 最后做了一个报告 野村气得八个亚路 怒山拆弹专家两耳光 这一幕全被薛敏等人看在眼里 他们扮成普通老百姓 劫持了路过的鬼子及救车 打晕了里面的日本女护士 然后偷偷换了衣服 眼看炸弹即将爆炸 拆弹专家还丝毫没有头绪 被绑了炸弹的鬼子 吓得连连求救 野村命令放弃拆弹 主动开枪击毙求饶的鬼子 就在这时炸弹爆炸 拆弹专家被炸成了重伤 女子炸弹部队装成女护士 跟着混进了医院 在医院里 他们受尽鬼子的骚扰 却没有找到李孝龙的踪迹 薛敏找到日军医院的资料室 虽然没有钥匙 但是佟灵灵自幼练习 缩骨弓 从门上狭小的窗户钻了进去 佟灵灵灵在里面 没发现李孝龙的消息 却找到胡蕊被俯的资料 两人找到特护病房 干掉门口把守的日本鬼子 在里面找到了胡蕊 胡蕊把李孝龙的消息 告诉了他们 原来李孝龙也在医院 薛敏带着众人 钻进粪车里 混进鬼子医院 然而 他们刚从粪车出来 迎面就遇见了鬼子 眼看鬼子越来越多 老头为掩护他们 推着装有炸弹的粪车 冲向了鬼子 鬼子待立当场 看着粪车朝自己撞来 一声巨响 天空下起了愤语 仿佛在位老头莫哀 薛敏等人进入医院后 直接开枪 射向看守的日军 既然是要应拼 为啥一定要坐粪车进医院 这边鬼子全都主动领合饭 野村刚派上去一个连队 不到五秒钟 就被薛敏等人射杀殆尽 野村无奈 只好亲自带兵上阵 刚走进医院大门 就被欧阳兰送了一个炸药大礼包 眼看欧阳兰立了功 刘瑞燕也按捺不住 使出小李飞刀 也开始收割鬼子 随后凭空消失在鬼子眼中 鬼子找了半天 刘瑞燕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鬼子想要偷袭欧阳兰 枪栓被掐住 人家燕双英是让对手枪里没有子弹 这位更狠 直接让枪栓卡死 鬼子急得满头大汉 欧阳兰轻松收割对方小命 就这样五个女人大闹日军医院 搅得野村大发雷霆 他们能否找到李孝龙并救出他 薛敏又会给鬼子什么惊喜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